咦 淮亮的歌迷很多 一定要請他出來 梁淮亮 各位大家好,寶儀姐好 各位老師好 大家玩得開心嗎 你是用什麼吸引力令粉絲這麼喜歡你 其實我和所有人一樣 都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只不過在某些時候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是來這裡唱歌 有一個這麼重要的決定 決定了唱什麼歌給我們聽了沒有 唱首大家好,異熟能唱歌 亭海 張惠妹的青海 很想聽聽看他唱得怎麼樣 在我小時候 我最驕傲的事情就是 我媽媽經常唱歌給我聽 她唱得更好 在我們家大廳就是她表演唱歌的舞台 今年我成為星光三班的一份子 咦? 在這裡我亦都找到自己表演唱歌的舞台 可以實現多年以來 我和媽媽的夢想 媽媽 現在我可以唱歌給你聽了 就是那首歌的演唱歌 沒有聽看我 你唱歌的歌 別沒聽了 以消音 反正你唱歌 與我唱歌 你唱歌的歌 你唱歌的歌 就真的唱歌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停在哪里 写信告诉我今夜 你还想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深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 还哭的声音 但写着水又被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静 看是泪水 就是泪水 也都不相信 心 还哭的声音 身边还未免也太多情 被祈祷甜蜜 谁恭喜给我 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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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粒音还未完 我不知道你会否变成白鸡 所以我们先等那些音完整 是,阿慧了 好,接着我们听听荆 有点失望的 因为以你的体型 应该是巨废型的歌手 而且你用咪的技术是错的 因为你经常把咪 我现在说话都这么贴嘴 我这样说话已经没有感觉了 很多时候咪是离开了很多 很多时候你的声音不是算入咪 但你唱歌不是太差 但你用这种方式绝对是差的 那你应该要找到母妈上几堂 就好一点了 你说话很厚的 但是你一到你唱的时候 你是用了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尾音那里 用了喉咙的声音 其实是很可惜的 因为你本身的声音是厚的 所以你一定要练的就是 不要在喉咙和心口那里唱 你真的要练个丹田上来唱 还有我知道你很喜欢听荆海这首歌 但是如果你的声音去不了感情 就会变成了选错歌 你应该选一些 不要轻的 比较实一点的歌 让自己的声音 你本身厚的声音 比较轻的声音 你要利用到那个长处才行 天是哭的声音 54点4分 继续加油